欢迎来到聆听这个频道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首基督教的诗 这首诗非常著名 甚至连其他宗教都抄袭这首诗 也有人为这首诗谱曲 成了一首美丽的诗歌 这首诗名为《沙滩上的足迹》 Footprints in the Sand 这首诗意境很美 描写一个人回首人生来实录 发现沙滩上有两双足迹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让我们来欣赏这首美丽的短诗吧 有一个晚上我做了个梦 梦见一座美丽的沙滩 我与主耶稣一起沿着沙滩走 这时空中浮现了 我这一生所度过的光景 当每一幕出现在眼前时 沙滩上都出现两行脚印 一行是我的脚印 另一行是主耶稣的 但当我回顾这些脚印时 我发现在我人生最艰难 困苦的时刻 沙滩上却只有一行脚印 这令我非常困惑不安 于是我就问主耶稣 主啊你曾应许我 若我觉着跟随你 你将会与我同在直到永远 但我发现在我人生最困困的时候 在沙滩上却只见一双脱印 我真不能理解 为何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 你却放我一人独行呢 此时主耶稣就回应说 我所爱的孩子 我爱你且不会离开你 在你遭遇苦难试炼的时候 我也永不会离开你 你所见的那双脚印 其实是我背着你行走的印记 主耶稣并没有应许信祂的子民 人生路天色长蓝 花香长蔓 所行路途毫无阻碍 或没有艰难 但祂应许我们 祂将与我们同在 直到这世界的末了 基督徒之所以不上等 因为神应许说 祂不撇下我们为孤儿 也不丢弃我们 祂所应许的圣灵 也赐下并住在我们心中 成为印记 是所有信祂的人 心里可以知道的 也确实感受祂的同在 约翰福音十四章 十七到十八节 主耶稣对我们说 祂就是真理的灵 是世人不能接受的 因为他们既看不见祂 也不认识祂 你们却认识祂 因祂常与你们同在 也要在你们里面 我不会撇下你们为孤儿 我必到你们这里来 真理的灵就是圣灵 也是耶稣的灵 虽然人生路会有艰难 但是有主的同在 将使我们胜过 世上的各样难处 有时候神可能会特意带领 我们来到艰难的处境 不要以为神的带领 总是平静顺畅的 不 有时祂带领我们 来到艰难的地步 我也要试炼我们 熬炼我们 塑造我们 就好像桃匠 塑造器皿一样 神的目的是 要我们的生命更成熟 为祂行更多 更美的事情 成为别人的祝福 所以若你此时正处在艰难 不要灰心 只要心里继续依靠祂 祂完全明白你的处境 祂也不曾离开过你 祂会陪伴你一起走 就像沙滩上的主印 未曾消失过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别忘记订阅点赞 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 下次的影片的更新了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